马上来关注史上最硬新制叫召 5号正式上路 整整14天的叫召时间让人超崩溃 像是这一间鲁味店的老板 就在店门口挂红布条 上头写着国君需要我 但搭配了表情符号 看起来怨气指数爆表 另外在屏东也有汕头火锅业者 每两年叫召 每次都中奖 让他好无奈 鲁味店红布条随风飘扬 上头写着国家需要我 老板去叫召 最后还附上表情符号 展现浓浓怨气 实际来到现场可以看到铁门声索 而上面的布条呢 是透露着浓浓的无奈味道 不过对此老板的家人说 一切都只是八年即生的创意 他不会生气啦 还好啦 就是当做休息 原来这间鲁味店老板 去年年后才刚退伍 和老婆一起开店不到五个月 就接到国君召唤 不得不抛弃气垫 才会订制红布条 以幽默口吻 通知顾客意外抄袭经 他想说要算那么倒霉 还是那么幸运 只是这回最硬叫召 前后整整14天 也难怪叫召员哀红遍野 而在屏东一间知名 汕头火锅店老板 也在这回中奖命单当中 像我个人已经被叫召了三次 那每一年每一年都试叫我 那我会想说 为什么每一年都是我 随机抽签却每回都中奖 偏偏老板不在店里 只能占修 浪费时间又损失惨重 若时间拉长被国家借走两周 对任何人来说 无疑是沉重负担 自营业者 那你要大家脱离14天 然后去领务 这军方给了一点微薄的薪水 那真的是受不过去 我觉得还蛮浪费时间 本来是义务 每个人都会遇到 尽管党兵较招 本就是国民义务 但收到通知还是让人超崩溃 只能苦中作乐 花式展现乐器 也让民众会心一笑 记得高兴评论综合播